注意看,一个女人正被变异的蜗牛吸食血液,这时路过的小女孩发现了她,拔到那些诡异的出手,小女孩把女人救回了家,这个女人到底是谁?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这些奇怪的动植物?故事还要从一项新技术说起。 未来世界,生态危机爆发,人类大力发展基因技术试图挽救脆弱的生态系统,但事与愿违,基因病毒和细菌外泄,导致大量动植物基因突变,人类也在这场灾难中大量死亡,统治阶层躲在水墓状的城堡中继续享乐,而平民为了寻找食物,则在野外苦苦挣扎。 无悔的泥沼里,小薇正在艰难地寻找食物,与她同行的,还有空中盘旋的无人机,急着,小薇还发现了一只便宜的虫子,装进瓶子后,她跟着就带回了家。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,小薇熟练地避开了地上的食人虫,回到家后,小薇将收集到的食物导成了营养液。 原来,小薇的父亲瘫痪在床无法进尸,只能通过导管的方式维持生命,作为生物技术的拓展,无人机竟然能代替父亲发生。 今天小薇赶着去救食验室,所以急匆匆给父亲喂完食物,就离开了家,来到食验室。 小薇高兴地把虫子拿给了骷髅看,原来,这具骷髅是她死去的妈妈,小薇用生理盐水给虫子洗了个澡,下一秒液体就变成了浅绿色,就在父女俩离开的时候,他们还遇到了食荒的朝圣者,朝圣者四处食荒,居无定所,不会说话的他们,永远都在食荒的路上。 回到家时,门口的食人虫已经全部死掉,小薇很快意识到, 有人闯入了家里,他的培养名打翻在地,而父亲的呼吸机也被人破坏,失去了发电军群,无人机很快就失去了动力。 为了修好呼吸机,小薇只能去找乔纳斯来到院子里,人群正在围观一个便宜的小孩,被脚手架压住的他苦苦哀嚎, 这时乔纳斯走了出来,他递给男孩一把小刀,让其解脱这只怪物的痛苦,在人们冷漠的注视下,小男孩残忍地将其杀害。 小薇找到乔纳斯说明了情况,现在他急需发电的军群作为调节,小薇必须卖下来换取这些东西,而乔纳斯则拿孩子们的血和城堡交换食物。 期间,乔纳斯一直在进行游说,希望小薇能带着父亲搬到这里群聚,但小薇之夜,自己并不想成为对方配种的生口,可见乔纳斯这个人坏到了骨子里。 果然,在小薇索要细菌的时候,乔纳斯却说,要等两天卖掉了才能给他,父亲没有能源根本撑不了两天,气愤的小薇想拿回自己的鞋带,可弱小的他接着就被乔纳斯扔了出去,没办法,他只能趁乔纳斯不注意到后院去偷,不巧的是,他正好被取血的小男孩发现出一对乔纳斯的不满,小男孩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于是,小薇成功偷到了发电军群,在旁边的小房子里,他还发现了种子培养的植物, 顺手牵羊,小薇还偷走了许多种子,不过,就在回家的路上,一架坠毁的滑翔机从他的头顶掠过,第二天,小薇把种子拿给了父亲看,但父亲知道乔纳斯不可能白给,可见,一定是小薇偷的,担心乔纳斯报复,父亲让他把种子还回去,但小薇一口回绝了父亲,并表示会解锁种子的记忆,让做多次丰收,一旦成功,承宝就会让他到实验室里工作,然而,父亲的一再劝说, 却让小薇情绪崩溃,他气冲冲地跑进了树林,可下一秒,一个受伤的女人就出现在了眼前,此刻,便一个蜗牛正在吸食他的血液,发现女人还活着后,小薇赶紧把他救回了家,对伤口进行简单的处理后,女人的情况得到了控制,父亲不想让麻烦,让小薇赶紧把女人送走,可小薇知道,女人肯定是从坠毁的滑翔机里逃出来的, 或许,她能够带着两人去到城堡,而父女俩的对话,刚好就被醒来的金姐听见,害怕的金姐想要去拿珠上的刀,可受伤的她一下就跌到了床下,小薇见状赶紧过来搀扶,接着,金姐说明了情况,她是在滑翔机坠毁前摔下来的,现在希望小薇能帮忙寻找她的父亲,可小薇的父亲却在一旁劝阻, 但最后小薇还是答应了下来,随后,小薇拿出了高蛋白招待金姐,对方询问了她一些家庭情况,还表示,只要把他们带回城堡,到时候就会帮助小薇的父亲,花音刚落,小薇就注意到了父亲的异样,没想到父亲突发癫痫抽出了起来,就当小薇手足无措的时候,金姐立马用人工呼吸稳定了父亲,第二天,父女俩在森林中搜寻起了滑翔机,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了残骸,可小薇刚准备打开仓杆, 乔纳斯就带着一帮人找来了这里,奄奄一息的老王向乔纳斯求助,不想他非但没有帮忙,反而还捂死了老王,为的就是将飞机残骸占为机友,敏锐的乔纳斯发现,飞机上似乎还有一名乘客,帮忙处理完老王的尸体后,小薇不知该如何面对金姐,父亲却让他隐瞒老王的死,毕竟乔纳斯还在找他,要是金姐冲动行事,一定会招致危险,现在唯一的办法,就是先通知城堡,不过,唯一能联系城堡的受发性, 却在乔纳斯那里,回家后,小薇谎称并没有找到老王,金姐不甘心,打算第二天自己去找,但一旁的父亲却说,这次事故先要通知城堡,这时小薇惊讶地发现,金姐的腿伤已经完全康复,为了得到金姐的帮助,小薇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成功,在腐朽的森林里,一件木屋里全是便宜的植物,他们似乎还拥有了自主意识,小薇希望能将他们带给全世界, 金姐表示,父亲老王是城堡的合成生物技术负责人,届时,一定能够帮到小薇,小薇还妄想带着瘫痪的父亲去到城堡,但一旁的父亲却很清楚,他是去不了的,所以希望金姐能照顾一下小薇的感受, 随后,金姐问起了小薇的母亲,小薇说,自己的母亲在一年前跟着朝圣者走了,他们带着面纱东奔西走,四处拾荒,后来,母亲便失去了语言能力,在之后母亲便消失了,有人说,是某种病毒让他们变成了朝圣者,对此,金姐只能表示些许的安慰,随后,小薇拿出了一本动物图书,在金姐的帮助下,小薇对灾变前的动物,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,但她不理解,为什么城堡不对他们这些人, 金姐向小薇解释道,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资源,所以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,小薇表示,他们能代替城堡里的神话人,金姐顿时欲色,随后告诉小薇,比起人类,神话人更加忠诚,第二天,父女俩打算去偷乔纳斯的收发器,父亲先飞进去探了一下路,等小薇跟进来后,却发现乔纳斯截获了父亲,接着,乔纳斯摘除了连接父亲的生物组织,这让无人计也变成了一具空壳,乔纳斯还威胁小薇, 让他说出另一名乘客的下落,小薇坚称不知道,趁乔纳斯不注意,他抱着无人机就逃了出去,小薇让父亲试着飞行,可下一秒无人机就跌到了山谷,小薇找了下去,可他看到的却是一具男孩的尸体,而这个小男孩正是之前帮他掏种子的那个,在乔纳斯的指派下,一群男孩抓到了小薇,并在他手上留下了奴隶的印记,抱着无人机,小薇伤心地跑回了家,就在金姐上前安慰的时候,小薇说出了老王已死的, 不愿接受事实的金姐被带到了湖边,看着死去的老王,金姐撕心裂肺的痛哭,随后,金姐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,其实他并不是人类,而是老王独创的智慧型生化人,因为智慧型生化人不被允许,所以,他们从城堡逃出是才被击溃的,金姐之前说能带父女俩进入城堡,现在来看只不过是一个谎言,不满的小薇向金姐抱怨了一番, 回到家后,小薇修好了无人机,并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,担心会受到牵连,所以,小薇打算把金姐交给乔纳斯,无外,金姐打算破坏自己,好在小薇发现得及时,这才把他拦了下来,在小薇的劝说下,金姐恢复了理智,为了帮金姐找到存在的意义,小薇在他身上取了一些组织,经过分析,小薇发现金姐的基因已经被加密, 可老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这时,情不自禁的金姐谈起了亲,没想,正是这些音符破解了基因的排序,在他的启发下,小薇取了一滴种子的液体,将基因注入图谱后,种子丰收的密码也得到了解锁,一旦多次丰收实现,人类将彻底摆脱饥饿,小薇想借助这项技术前往城堡,就当他去旧实验室找过氯气的时候,乔纳斯突然找来了家里,这让他意外发现了金姐,担心乔纳斯会伤害瘫痪的父亲, 金姐打算跟他离开,就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,乔纳斯从身后发现了金姐生化人的身份,通过背部的接口,乔纳斯录入了自己的指纹,如此一来,金姐就会认定他为新的主人,就在这时,小薇从背后发起了偷袭,最后,在金姐的协助下,然而合力制服了乔纳斯,小薇提出了一个交易,现在他已经破译了种子的基因,只要乔纳斯提供足够多的种子,大家就能彻底解决失误的问题, 可回头乔纳斯就把生化人逃逸的情况,汇报给了城堡,小薇尝试改造更多种子的基因,就在这时,无外却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军体,他们紧接着就渗透到了无几,两人跳到桌上进行躲避,发现人类过后,军体挥发成了致命的毒气,原来,这些军体是城堡的生物武器,显然,城堡的人已经发现了他们,时间紧迫,父亲让小薇带着种子和金姐去南边的城堡,换取生命安全,即便有再多的不舍, 小薇也只能答应,不久,城堡的战士就找了过来,见到乔纳斯后,他们二话不说就将其射杀灭口,紧接着,他们又找到了瘫痪在床的父亲,为了替女儿争取逃生的事件,他用无人机引爆了呼吸机,木屋也瞬间化为了一片火海,小薇还没来得及难过,城堡战士就追了过来,在穿过一片草丛时,便一的萤火虫,像子弹一样射穿了一名战士的身体, 但一名战士还是发现了他们,金姐主动投降吸引了对方的注意,不过,他们的偷袭并没有奏效,经过一番搏斗,两人并不是城堡战士的对手,就在这时,极致的小薇晃起了草丛,下一秒,大批子弹萤火虫就打死了城堡战士, 为了替小薇争取活下去的机会,金姐主动迷晕了小薇,随后,他跟着其他的城堡战士回了城堡,天亮后,小薇也醒了过来,他在家门前种下了改良后的种子,也将希望洒向了大地,从乔纳斯手中逃出来的孩子,也主动跟随了小薇,在他的带领下,他们一路尾随朝圣者,最后来到了一个群居点,朝圣者在这里筑起了一座高塔,小薇勇敢地爬了上去,站在塔顶,他终于看到了曾经向往的城堡,不过现在, 小薇只想用手里的种子,点亮人类的希望,该片描绘了一个基因变异的世界,所有的动植物都变得异常可怕,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人类,人类对生态的破坏,终究让人类遭到了大自然的反噬,以上便是本期内容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